这个脉象不但反映了人体内部 五脏六腑的功能状态 也反映了体内气血的情况 当人体的内部出现问题时 这人的脉象就会出现变化 中医看病讲究四诊合餐 除了把脉之外 也要结合望闻问 也就是望闻问切 将所有诊断出来的结果合在一起 也让这个诊断结果更为精确 主要摸的脉象 是以一个劳动脉为主 再拔的是动脉 动脉它的形态 像这张图吗 就是一个正确的摸的位置 它这里是一个 我们搭脉的时候 我们手放的位置 中医脉枕 以手外饶动脉为主要部位 称为寸口枕法 搭脉时 先将中指置于绕骨筋涂处 定为关 靠近大拇指部分定为寸 关的下面定为尺 然后用手指感受 寸 关 尺三个部位的脉象 我们通常会要求患者先坐着 至少静止状态 休息20分钟以上 我们进行脉诊 这样搭脉搭起来的结果 是比较准确的 准确 可是一般人如果知道 要看医生的时候 就已经会很紧张了 那这时候要怎么办呢 是的 有的人他看到医生的话 的确会很紧张 血压也会特别的高 对 我们会请患者尽量放轻松 如果他还是很紧张的话 他呈现的脉象 就是一个紧张的脉 那么我们会认为 这是紧张造成的 然后其实紧张也是一种体质 容易紧张的体质 我们会再判断 这个体质是否需要调整 如果他需要调整的话 我们就会帮他调整 这样的一个体质 如果不需要调整 在紧张的脉象之外呢 会有其他的脉象显现出来 会是综合脉 我们会去调整 其他的一个脉象 基本上脉搏提供的讯息 是非常多的 第一个主持人您提到的 快脉 这是第一个 他所可以提供的讯息 第二个就是强弱 有利没利的脉象 这是第二个讯息 第三个讯息是他流不流利 这是第三个可以提供的讯息 是滑脉还是色脉 基本上健康的脉象 它是属于中庸的脉 那什么是中庸的脉呢 它就是不会太快 也不太慢 那不是很没有力 但是也不是很有力 那这样的一个中庸的脉象呢 我们叫它正常的脉 也就是叫它平脉 那除了平脉是正常脉 我们现在看到上面好多种 这些都是不正常吗 我们大概可以分成 就是部位的偏差 比如说这个人呢 它的脉象呢 它特别的福 我们叫它叫福脉 古人说福脉啊 就是说你搭上脉 轻轻的搭 你就可以感受到 它的最大脉象 已经显现出来了 以前说如水飘木 好像一个木头 它飘在水面上 你轻轻的摸 摸得到了 这个就是福脉 那尘脉呢 它是轻曲是没有的 那重曲呢 才会搭到它的 最大脉象的一个脉 那这种叫做尘脉 跳得特别快的 叫做硕脉 那定义上呢 一分钟跳几下的脉 叫它特别快呢 那基本上我们是说 大于90下 一分钟如果你的脉搏呢 跳了大于90下呢 基本上我们叫它叫硕脉 磁脉的话呢 它的定义是 只要一分钟跳于小于60下 它是属含性的脉象 或者是另外一种的话 如果是虚性的蕁麻疹 它会比较出现的是弱的脉象 那就是所谓的 蕴脉的这一种脉象 那蕴脉的脉象呢 在上面有呈现 是 蕴脉的脉象 我们归在所谓滑脉的这一类的 那滑脉的这一个脉象呢 它的特点就是 一个圆滚滚的一个脉象 圆圆的圆滚滚的脉象 它比还没怀孕之前的脉象呢 还圆还华丽 那这种脉叫做滑脉 滑脉 四脉的话呢 它的一个形态呢 就是像这个图卡上所画的一样 也就是凹凸不平的一个 凹凸不平的样子 所以你把到的一个脉象呢 它会是一个凹凸不平的脉象 它的我们临床的中医的意义 有两种 一种就是淤血 很久的淤血会呈现色脉 第二种是血虚 就是血不够的这种体质 会呈现的色脉 这按得出来的 许多人的个性啊 是迈向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尤其是情绪变化比较大的 它通常在情绪变化的时候 你的神经 尤其是自律神经 交感跟副交感神经 也会随着变化 所以我们看脉的变化 可以体察出神经的变化 以间接地去推测 你的情绪变化 是不是波动得非常地大 和声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